工作人員操作挖土機 進行河道最後整理作業 石頭蛇龍也覆蓋上混凝土 位在天母的黃溪河堤 現在已經搶修完工 在06-02大雨的時候 它其實原本做的蛇龍 是有局部下陷跟毀損的部分 兼具一個安全性跟生態性 所以我們是先以混凝土 把蛇龍保護住 外面再用那個氣死的部分 把它做個加固 以為這邊的居民的安全 6月初一場暴雨 造成黃溪河堤地基嚴重掏空 用來擋水的石龍 輕輕一推就脫落 為了安全起見 水利處急忙派員搶修加固 不但利用自然生態工法 還順便整理河道 避免水流一次大量往下游沖 謝謝了我們市政府的團隊 跟水利處 積極的在今天 將近已經都完成了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地方已經做得非常的堅固 然後這個河川的那個水呢 水流也把整治的都一層一層一層的 達到這個世界上的整治 做得也真的漂亮 只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全部完工 水利處的高效率 讓天域里長潘錦雄讚譽有加 周邊民眾終於可以放心 不用害怕地基掏空 影響居住安全 海波大台北數位新聞 尤祥廷採訪報導